嘿,大家好啊 那么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盘 Bobby Fisher的一盘对局 那么这是一盘发生在1959年的对局 那么直白棋的毫不意外还是Bobby Fisher 直黑棋的是一个无名棋手 那么首先Bobby Fisher还是采取了 他惯用的一个王兵开局 E4 那么黑棋也应对了用一个吸力防御来应对 走了一部C5 那么白棋费手还是走了一部马F3 那接下来马C6 D4,C是D4 马是D4 马F6,马C3 那这些好像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然后黑棋这位无名棋手 走了一部D6 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其实已经能够猜出来 接下来这个费手肯定会走这部向到C4 那么果然他也是没有让我失望 走了一部向到C4 然后这位黑棋的无名棋手 走了一部G6 他准备走一个Dragon 准备走一个龙氏的一个饼 类似于这个龙氏的一个饼 那么接下来正当我以为他要走这部向到B3的时候 他出乎我意料的 先走了一部马持C6 那他直接选择去走了一个骗招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有一个骗招 或者说一个战术 说的好听点叫做战术 就是B持C6之后 接下来白棋可以走一部E5 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战术 因为因为这个如果黑棋走这个D持E5的话 接下来白棋有这个向是F7 王是F7后是D8 那么当然了这个骗术 这个战术其实已经 已经骗不了多少人了 现在已经骗不了多少人了 因为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战术 那么这个局面之下 可能黑棋最优的一部棋就是这个马刀祭司 马刀祭司回捉一下这个兵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白棋仍然可以走比如向到F4之类的 向到F4之后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黑棋他始终不能吃你这个兵 黑棋他始终不能吃这个兵 那么这个地方白棋威胁的这个E吃D6 比如说黑棋向到向到G7的话E吃D6 E吃D6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赚一个兵 所以说这个局面其实很难受 就是一开局就已经有一种压力在上面 那么当然了这个局面之下 其实黑棋D5也是不能走 D5也不能走 因为D5的话白棋就吃就可以 马吃D5 兵吃D2 C吃D5 后吃D5之后威胁的这个后吃F7 后吃A8 只能对后 后吃D5 向吃D5 捉鞠到B8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向到C6将军 只能走就向到D7 向吃D7 王吃D7 接下来E6 王C8 向吃B8 王吃B8 E吃F7 这些可能都是非常非常强制性的一条线 也没有什么别的太多的什么便利 但这个局面之下 虽然说白棋少半子 但是多了三个兵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白棋略优的一个局面 那么刚才这个地方如果不电相 而是走一步王到D8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错误 因为白棋接下来可以走一步E6 捉这个G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黑棋走G吃B2的话 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 而又漂亮的一个战术 就是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走一步长翼卫将军 这是一个将军抽G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抽G将 那么事实上这个局面之下白棋甚至都不一定要去吃这个B2的G 这应该是一个强制性的江沙 G吃D7将军王到C8 接下来G到C7将军王到B8 G吃E7之后向将军 可能王到C8 然后G到E8将杀了 这些格子都是被控制住的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江沙 所以说 所以说可能就扯远了 刚才扯远了 就是这个地方第5是不可行 那么在当时这个实战当中 黑棋走了一步更差的一步棋 就是走了一步马到H5 那么在这个黑棋走出这个马到H5之后 其实这已经是一步 这已经是一步错招了 那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地方白棋有哪一步 那比较漂亮的棋 好那我还是希望大家找到了 这一步费士尔当时这步棋 大家可能会有些人觉得 走一步G4 但是G4的话 他可以走马到G7 所以费士尔当时牵走了一步 后到F3 那非常漂亮一步棋 他威胁着吃这个F7 也威胁着吃C6 相当于是一个桌霜 那么这个地方仍然 D5仍然是不可行的 D5的话接下来马吃D5 永远可以走马吃D5 C吃D5 相吃D5威胁着F7也威胁持局 那么这个局面之下 黑棋可能就会就得被迫丢一个局 那么所以说当时黑棋走了一步E6 那么然后这个地方费士尔走了一步G4 捉这个马 迫使对方的马走在G7 这样一个不太理想的格子 所以说费士尔的计算非常精确 他刚才这个地方 如果刚才这个地方先走一步G4 那马到G7之后 你后F3 他可以走马到E6 他马到E6可以切断你这个危险 所以说当时费士尔先走了一步后到F3 然后你走一步E6之后 然后再走一步G4 你马到G7 就是你这个马就 就是迫使你对方这个马 放在这个G7这一个非常难受的格子上 那么接下来费士尔又走了一步马到E4 就是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子的位置 马到E4之后 接下来对这个F6和D6进行一个压迫 那接下来非常有趣 黑棋这个地方他找到了一个战术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姑且称之为假战术 就是他自以为找到了一部非常漂亮的战术 就是后到A5将军 那么后到A5将军是一个抽兵将 那么然而当时费士尔非常简单的走了一步向到第二 那么黑棋走了一步后吃E5之后 那么后吃E5是全场的第12步棋 那么接下来也就是全场第13步 那么费士尔走了一步非常自然的一步棋 那么走完这步棋之后黑棋就认输了 那么大家可以来找一下 接下来白棋走了哪一步 哪一步妙棋 好那我还是希望大家找到这步棋 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步棋就是走了一步 费士尔当走了一步向到C3 那么走向到C3捉这个后 你就发现这个后直接就被捉死了 那所以说在这个局面之下 全场第13步黑棋就认输了 那么费士尔再一次获得了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胜利 那么通过这样一盘对局 我也是想顺便回答一下之前一位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有位朋友问 就是平常做战术期的时候 他可以找到一些战术 但是在自己实战的过程当中 就不知道怎么去创造这些战术的局面 对吧 因为战术期都是人家给你摆好的 都是现成的 人家给你摆好的low 让你去找一些战术 但是在自己实战的过程中 怎么样去制造这些战术的局面呢 那么我希望这样一盘对局 就是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 就是说对吧 就是平常大家下棋的时候 尽可能开局的时候出紫 首先就是出紫速度要快 然后另外就是把自己这些紫 尽可能放在一些非常积极的位置上 对吧 就是不要像黑棋这样 这黑棋这个结构非常非常难说 首先他出紫速度特别慢 然后呢 这个皇后啊 这个后冲在最前面 对吧 一般来说像这种后冲在最前面 或者说像王冲在前面 这种一般来说都是 都是会受到惩罚的 那么其次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 唯独出来的两个马 一个马被兑换掉了 另一个马在这个G7的位置上 对吧 那一般来说你走 黑棋走这个G6之后 G7这个位置 是给这个像的 留给这个像的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堡垒像 那么然而这个地方黑棋 他被迫走了一个堡垒马 所以说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糟糕 对吧 所以说像战术这种东西 其实并不是你刻意去制造 并不是说你要刻意的去摆出一些战术的局面 而是就是正常出紫 就尽可能的把你的紫放在一些更加积极的位置上 把你的每一个紫都放在更加积极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去不断的迫使 迫使对方 迫使对方把他们的紫放在一些 就是比较愚蠢的这些格子上面 那么往往这种时候 那战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好 那还是希望大家享受这样一盘非常简短的对局 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